美国空军的分散式部署战略有用吗 这期我们就来说这个话题 最近的美国空军参谈长奥尔文正在致力于如何增强 驻亚太各大基地的防空反导力力 为美国空军的敏捷战斗部署服务 这不得不让人关注美军的分散式部署战略 是不是管用是不是有效 2018年美国首次明确将大国竞争设定为 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的牵引 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第一假想敌 并且将前与联合指挥议控制 设为美军能力建设的目标 美国空军鉴于形式和任务的调整 出台化整为零分布作战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空军的力量 今后将注重于分散式部署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么一个对手 美军将更加需要注意兵力的分散配置 防止被解放军一锅端 可是美军就是想破脑袋 也无法改变 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核心战略支撑点 极其稀少的客观现实 关岛夏威夷或冲绳等等有限的几个核心基地 统统都在解放军的远程 精确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 尤其是关岛 这个美军自以为倚重的干涉亚洲事务的桥头堡 面对甲军军东风系列的中程弹道导弹 关岛上的轰炸机群和海军舰队 全都是朝不保夕 于是美国空军提出了所谓的敏捷战斗部署计划 ACE 也就是在西太平洋将寻找更多的岛屿 修建临时性的或者是半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来部署作战飞机和保障力量 防止美太平洋空军被解放军巨奸 具体落实方式就是建立所谓的部队包 给一支小规模的作战部队配备完整的指挥通信作战后勤力量 给部队长守一较大的指挥权限 然后部署到某一个小规模的临时基地独立随行作战任务 按照美军的想法 这些临时基地的数量比较多 位置又比较分散 又都具备一定的防空能力 甲军不能同时发起攻击 美军相对安全 同时美军还准备继续加强关岛上的核心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 大力建设路上宙斯镇系统 萨德系统 爱国者系统和铁琼系统 构成一体化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 他们要将关岛打造的如同铁桶一般 不知道是美国人老回落胆缺 还是美国人太过聪明 这种打法行得通吗 就是普通的网友也能想到 你美军的这些分散的基地建的再多 你有解放军的导弹多吗 是你修得快 还是解放军的导弹摧毁得快呢 你建一个能用的基地至少要几亿美元吧 解放军的导弹多少钱一枚啊 谁的作战消费比高呢 修建机场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 而且这么大面积的工程 你也不可能掩人耳目 美军不可能在西台湾洋 建造一百个小型空军基地吧 但是中国就能够很容易的造出一千发导弹来 美军不可能为每一个分散的基地 都建造加固式的飞机掩壁库吧 即使是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这个金银多年的老巢里面 也没有建到几座加固的基库啊 所以这个计划呢 在执行的一段时间以后呢 在天宁岛提尼安岛 威克岛修了修之后 美国空军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 投资太大进程很慢 还不知道战时防不防得住 那战前如果说有几年的时间 费了牛进修了这些分散式的基地 战时搞不好被蒋空军几十分钟几个打光的 于是呢美国空军表示需要陆军帮忙 为这些小机场开发相应的防空反导系统 因为在美军的体制里面呢 空军是没有高炮不对和地空导弹兵的 防空反导要强靠陆军 所以还要实施跨军种协调 这又是一个劳动大开的搜主意 一味的防能解决问题吗 现在蒋军的高超深色导弹技术是越来越先进 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 速度还在不断的提高 美军所有的防空系统基本都误解 美军之所以要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 根本原因呢 就在于美国领导层选择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战略 那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敌人 只要这个战略不改变 美军将永远要纠结在作战能力 与作战需求不相适应的痛苦之中 这将是长期的 好 这句话我们就分析到这里